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说它卫生等级不是很高 需求量又不够 那么在清洗过程当中可能就有清洗不到的地方 因为你看龙虾的身上一截一截的 它有好多份儿 这个份儿里它可以藏泥 藏细菌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发明者 肯定是一位美食爱好者 也肯定是马晓的粉丝 所以它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了 发明了一种清洗小龙虾的机器 咱们一块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好 我是我爱发明编导长肖 现在我来到了四大古都之一的南京 这里不愧是大家常说的江南嘉靖地 金陵帝王州 这里不但是有江南的韵味 而且还有古代都城的这个厚重的历史感 而且这里听说还挡过了许许多多的美食 而我今天来到了这个墨仇湖旁边 听说这里附近有很多吃小龙虾的地方 那这个南京人到底是怎么做这个小龙虾的呢 我们一起去找个地方尝一尝好不好 近几年来小龙虾迅速风力全国 它风味独特 烹饪的方法也多种多样 尤其以麻辣小龙虾最为著名 各个地方的夜市餐馆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很多以小龙虾为主题的餐厅都异常红火 为什么小龙虾这么受欢迎呢 在选择小龙虾的时候 人们又会关注哪些方面呢 跟着我们的记者去一探究竟 看看这家龙虾馆好像很多人在吃味道一定很不错 我去看一下 香葱葱的全是这个龙虾的味道 大家都在吃小龙虾呢 我看你们三个人怎么吃两盆虾呢 能吃 能吃 就是你们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呀 一般都吃13箱的 这个好像不一样 这个是什么做法呢 这个精髓的 您多少时间来吃一次小龙虾 我住这个附近经常过来吃 吃虾的时候最关注它什么 干净吧 因为自己在家弄不干净的 那您觉得这个干净吗 我剥一个 那你看 这样是干净的吗 是 很干净 很白的 家里面洗的都黑的 不光大人爱吃 连小孩子也是忠实粉丝 这位小朋友 估计是年龄最小的顾客了 像这我小的小孩 他能吃吗 两个是清水的 就是 您带着小孩来吃虾 他最关注这个虾的什么呀 卫生 那他这个干净吗 干净 只有干净能猜猜给小孩吃 对对对 想到最多的卫生 馋的呀 看来是真的很喜欢吃 从小就喜欢吃 一圈问下来 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 除了味道 就是干净程度 我看这一桌更疯狂了 就点了两盘虾 你们还点了别的吗 没有没有 都没点 就光来吃龙虾的 您多长时间来吃一次啊 最近 可能一个星期要来两个次呢 太疯狂了 我看了这个小龙虾 这个好流头水呀 好吃吗 您告诉我 很好吃 口味很好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您平时在家自己 不会做这个龙虾吗 自己做的一个比较麻烦 第二个没有它的口味好 怎么麻烦呢 中手洗的话要好几遍 好像还是不太干净 看一下 他家的萧子 每一个里面都是非常干净的 别人家的也吃还是老来这一家吃啊 最近在他们家吃的比较多 为什么呀 好像听很多朋友说他们家在研制一种什么洗龙虾的机器 那那个机器做出来了没有啊 这个我就经常来吃 看哪天 如果研究出来了以后 我发现了 看跟现在的有什么需求 您就是等着它这个机器出来之后 您想尝尝用机器洗的龙虾是吗 对对对 那一会儿我也去了解一下 它那个机器怎么样了 您慢慢吃 谢谢您啊 记者来到后厨 那台能够清洗小龙虾的机器 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原来发明人就是这家店的老板 看来只能等老板回来再问详情了 趁这个时间 我们的记者索性跟大姐学起了怎么清洗小龙虾 来您教我一下 那你自己抓吧 我有点不太敢抓 特别是你看这个 抓它的后面 它爬得好快啊 这个我不敢抓 你拿 它是头部这里 对 打架啊 那两只虾 随时会被它 随时会被它抓住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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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抓我了 把这两个钳子这样子 用紧 好 你在挣扎 对 所以好大的电 我才把它抓住 这要用先力 两只手都要用力 对 而且我还得这么窝着 窝着这个腰 绷着腰 对 还得低着头 对 这是太幸福了 对 活的小龙虾非常生猛 两个大钳子 是它们的防身力气 要是给它洗得不舒服了 说不准 随时就给你点颜色瞧瞧 要是被它夹一下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不 我们的记者 就一不小心 中招了 真是不好弄 已经又夹到我了 把这它夹到我了 好痛啊 那我现在这一只洗干净了吗 肚子它没关系 还有得洗 好难洗啊 这个 太辛苦了 腰痛 我刚刚就蹲了一会儿 我的腰就受不了了 主要是我的这个 所有的注意力 我还必须集中在 我跟它做斗争上 我生怕它夹着我 对 好 那我们再等等看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呀 应该快了吧 这边 这样的 对 那你们几下 这个 卫生第一嘛 这也电视了怎么样 今天生意还好了 好 老板 这就是小龙虾 是吗 对 你好 那个我是我爱发明的编导 哦 对 发明人蔡超 发明项目 小龙虾自动清洗机 蔡超 一个80后小伙子 大学毕业之后 选择了自主创业 思维活跃的他 看中了小龙虾这个行业 很快便搭上了 小龙虾 风靡全国的热潮 捞到了他的第一桶间 而日渐火爆的生意 让蔡超发现 人工洗虾又难又慢 已经跟不上店面的发展 他便着手设计打造出了 一台自动洗虾机 这个是怎么工作的呢 采用了气泡的原理 然后就咕噜咕噜地往下冲 然后这边会有气压 然后把这个龙虾嘛 它就会在这个水的中间 对 然后这个气压 然后把龙虾往前推 然后洗好了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顺到这个传送带 就会自动把龙虾 洗好龙虾传送过去 蔡超发明的小龙虾自动清洗机 采用了气泡清洗原理 通过底部产生的气泡 让小龙虾在水中翻滚 以达到清洗的目的 而侧面的气压装置 会将小龙虾往出口推送 被传送履带运出的同时 高压喷淋装置 会将小龙虾身上残留的泥水冲净 它能像人的手一样灵活吗 可以 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第一步是放满水 这台机器 是蔡超为自己的店量身打造的 所以根据平时的需求 它设计了一次性 可以洗30斤小龙虾的水槽 小龙虾人工清洗起来都这么难 这台机器能完成这个工作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洗虾的效果如何 哇 靠气泡 这个就是气泡 就是靠着这个气泡来冲洗它对吧 对 冲洗它的外表 然后把它身上的脏东西会洗得很干净 明显就可以感觉到这个水就往手上打 从这个后面还有气泡 对 冲 对对对 很大的阻力这个地方 它就是把虾往前吹 吹到最后 这不是有传送带吗 这就是为了体能体验最大的 现在开始传送带 好 这边条件翻卖 然后这个这边洗干净以后 然后这边用高压的淋 我们再把它上面的一些污水再把它再冲洗一下 小龙虾在气泡中翻滚着 大概已经被冲得头昏脑胀了 这只小龙虾经受不住聚烙 奋力想要爬上传送带 逃之夭夭 但是最终还是逃脱失败 还是乖乖的洗个澡吧 洗了差不多有十分钟了吧 对 十分钟了 能不能把机器洗完 让我看一下洗得要洗 可以可以 能达到这个机器的标准了 对 可以达到 来看一下 你看这些是这样 这样看的话 对 白白的 你手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粘子 对 手上是没有粘东西 再看看翻过来看一下 它的缝隙 这个弯弯的地方 但是我现在很想知道 它跟人工相比较而言 到底哪个干净 我这样来看的话 我没有完全看到对比的效果 那不行 我们就现场再洗一下 跟曾豪跟机器比一下 可以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 这个效率怎么样 对 可以 没问题 我们大概洗个一百斤左右的下 一人洗一百斤 对 好 可以 那我们跟人工比一遍 行 这是一场急性的比赛 也是机器第一次与人工的较量 究竟谁能洗的又快又干净呢 蔡超 你看啊 这个人工洗小龙虾的队员们可都准备好了 好 而且我们刚刚也已经分了两筐这样的虾 对 本身是要说一人洗一百斤的 但是他们说怕你这个机器出问题 就一人洗一筐算了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他们这是在小瞧你你觉得吗 小瞧我嘛 我用速度就打盖上他们的 你觉得你一筐洗多少时间能洗完 我这个一筐最多15分钟 15分钟 对 那你们多长时间才能洗完这一筐啊 我们啊 嗯 半个小时 你们相信它有这么快吗 15分钟这么大一筐 没洗完吗 相信 不相信 没有那么快 为什么没有那么快呢 你觉得 机器要上水再开水 这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我看您说的这个特别专业 您这个洗小龙虾洗了多少年了 两三年嘛 你厉害吗 嗯 妈妈夫妇吧 她厉害吗 厉害 是最厉害的吗 是 只能妈妈夫妇 挺不好意思看您还 那一会看您表现哈 但是一会是要跟你们的老板比赛啊 很近吗 一定要很近 因为我们要赢 赢了她她不高兴怎么办呢 没事她不会不高兴的 万一你输了怎么办呀 输了输了吧 那再改进啊 如果的话 会输吗 不会输 肯定不会输 你那机器会出问题吗 不会 今天可是刚刚才调试好的呀 应该不会 太有信心了 那就看你们的了 好吧 好 机器虽然刚调试好 但是菜超信心十足 准备一次性搞定这些小龙虾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的几个手啊 都准备好了 那行 那我们开始 开始好 人工队员们今天的对手 可是自己的老板 这让他们比平时更加卖力发挥 一方面是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另一方面 如果机器能赢 那么老板很可能立马投入使用 平时既要监工服务员 又要清洗小龙虾的他们 就会被大大解放出来 那是最好不过了 可今天 这满满一筐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他们到底能在多长时间内拿下呢 这个阿姨是他们公认的最快的 你是最快的吗 最快的 最棒的 最棒的 对 我干了十年长了 我干好几年了 你干多少十年了 我练工 你干了五十年了 你几个小时一个人能刷多少呀 能刷七八十斤吗 你一个人能刷七八十斤吗 那你一个人的速度能比两个人呢 差不多 那您刷的质量怎么样啊 我看一下这个质量 来您让我看看 哦 还真是挺干净的 您就对我搓一搓 对 头也干净了 来我看看这个铅子最难 铅子也干净 哦 还真不错 那您继续加油 相比人工队这边 蔡超简直太轻松了 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需要静静等待小龙虾被清洗干净 传送出来 热闹的比赛也吸引了厨师们 纷纷来观战 他们会看好哪一队呢 您觉得这两边比赛哪边能赢啊 我个人感觉啊 七七肯定是身材大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次性让人洗个五十斤 因为人工嘛 他毕竟是一个一个的洗 感觉我感觉啊 感官上面是 可能是人工洗的比较慢一点 我觉得人工嘛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人工 你看我们这里有四五个人在这儿洗的 对 可能比机器还快一点的 对 那您觉得他们洗出来的质量呢 这个怎么讲呢 要我们烧出来尝一下才知道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肯定有一点的 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如果不干净的话 上面有杂质 对 因为有杂质肯定很多的 还有意味很大 意味很大 意味很大是吗 没有那么新鲜 对 那看来我们光是这样比这个速度和质量还不行 回头还得要尝尝口感是吗 对 那时候差不多过去了 对 那咱们这一块是不是洗完了呀 对 洗完了 那骨头可以往后面送了 对 对 现在只等小龙虾被传送出来 蔡超就能够齐开得胜了 小龙虾此时已经被洗得晕头转向 无力反抗 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可就在这一时 记者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一些是不是不要呀 对 这个没什么力气了 对 这大多数都是没问题的 啊 是不是洗得有点过分 你看 过分用力了 这个葵 那个 啊这里这一个也不太活了 这个也是死了吗 对 这个在水里面泡的时间长了死完了 因为它这个是这两个一样的 就是时间泡得太长了 看到死亡的小龙虾 蔡超并没往心里去 可是真的像它猜测一般 是因为小龙虾在水里泡了太久的缘故吗 这时我们发现情况越来越糟糕 现在连死了三个 对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靠了时间太长的原因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个机器运作的时间长 是不是可能它水温高了 这个水温是高了一点 比先上 刚刚要的 对对高 因为它机器本身有热量 反复的令作 让它能够太高了 对对对对 我看人工刷的速度这个特别快 对对对 好 你现在紧张吗 有点紧张了 而且死的这么多小 对对对 心疼啊 心疼啊 是很贵的 那 完了 好了 啊 哦 我们找好了 看到了 洗完了这边是吗 再来了 那看一下这么快 太超乎我的想象了 那 那 机器这边行了吧 太超 可以 机器还有多少啊 机器啊 还有一些没有分点啊 对对对 从速度上来说咱们输了呀 对对对对 你觉得它的质量好 还是您的质量好呀 看了才知道 看了才知道 对 那我们来挑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怎么样了 这个 没有手洗的干净 没有手洗的干净 你觉得哪不干净呢 跟我说一下可以吗 你看 看看刷子 你看 随便蹭两下 这个刷头上就已经有这个污渍了 然后这个爪子 对对 爪子中间的 结果显而易见 小龙虾清洗机不仅在速度上没有人工快 连干净程度也相差甚远 是不是这个机器的质量还是侮辱人工的呀 对 可能它好多压力啊 什么都还需要调试啊 然后这个大厨说 这个口感上 两边如果说是干净程度不一样 口感也会不一样 比那个干净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一顿的选择 因为刷的干净的腥味一定很小 越干净的它的味道越纯就越没有杂味是吗 嗯对 好那不管怎么说 那我们就让这个大厨让我们炒一份人工洗的 再炒一份这个机器洗的 可以啊 让我们找人来尝一下 可以吗 没问题 我们让大厨帮忙把双方洗好的小龙虾 按照相同的烹制方法 做了两份麻辣小龙虾 加入了各种重口味的配菜和调料之后 人们还能够区分出两种小龙虾的不同吗 哎 大家好 打扰一下 这里有两份龙虾想让大家品尝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一份呢是机器洗的 然后还有一份是用人工来洗的 然后我想让大家尝一下 大家看看这个味道有什么不一样吗 你们能不能尝出来 对 好吗 这个颜色看上去好像很干净的样子 你看 那你觉得这应该是手工洗的 还是用机器洗的呢 吃一下 嗯好 感受一下 什么不一样 好吃吗 看来他挺喜欢吃啊 举个大拇指 好那你也尝尝 大家感受一下 好 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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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味道 好像这个有点腥 腥吧 是吗 嗯 有点腥吧 我尝一尝这个 好 看 也不错 从哪儿判断出来的 这个色 不是 不是很喝 嗯 外壳也很凉 色呢 也比较 白净一点 嗯 嗯 嗯 这个味道好像比他 嗯 要像一些 是吗 没有 没有那个 有点图形味一样的 我觉得干净这个 还是干净一些 这几位 都是小龙虾的忠实爱好者 辨别小龙虾 都有他们独到的方法 首先观察虾头里面的腮 然后品尝虾肉的口感 细微的口感差别 都逃不过他们细腻的味蕾 在几位的细细品尝下 他们大部分都吃出了 两盘小龙虾的不同 并且他们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 人工清洗的那盘 蔡超 刚刚大家的评价你也听到了 然后这个结果也摆在我们面前了 就是机器炒 机器洗的这一份还剩了很多 而人工洗的这个都吃了差不多了 对对 那这个结果是你意料之中的吗 不是 看来大家的嘴真的很刁 一点点就是不干净 它不都能吃出来 对 其他东西就能吃出来 蔡超回到家中 便开始琢磨起改进方案来 难道气泡清洗的原理错了吗 一时找不到思路的她 心绪非常低落 很快 连她的爱人 也察觉到了 进来吧 哎呦 你怎么还在这儿弄啊 又在捣咕什么东西啊 还不在搞蝎鸡嘛 哎呦不要弄了 哎呦上次弄的那个蝎子也没洗干净 上吃的口感也不好 算了不要弄了 哎呦妈再搞一会儿 妈搞一会儿就好了 然后这样都搞好了不省了我妈 对不对 本来就还能洗得干净 你要吃一会儿对不对 然后这种人现在过来都这样干净就好 妈再改进改进更好 哎呦你快点快点吃饭去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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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研究机器冷落的爱人 蔡超心里也过意不去 这一天她来到了卖首饰的商场 想精心挑选一款首饰 买回去哄爱人开心 这时她突然想到 自己的戒指也好久没有清洗过了 准备找一家能洗戒指的店铺 给洗一下 看着戒指正在被清洗的过程 蔡超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 她灵光一闪 对了 超声波 她回到家中趁热打铁迅速设计出了新的改进方案 开始着手改进新机器 经过一个多月的加工 她的二代机很快便做好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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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填封了一个超声波 好了 超声波在哪呢 超声波底现在是看不到的 机器在就下 打开了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就是超声波是吗 对 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这里 它主要是给它一个无数式的振动 它刺激浓下把筛部长开来 然后再遍于其他的气泡 这些气压的去清洗 然后也加了个附水槽 就这个是吗 对 那个是虚草用水的 这个干什么用的呢 它就是洗沙之前 它是清水的 然后这边水如果混沌的话 直接把它开开 它就自动把这个清水全部换进来 这样速度会比起来快 二代机在一代机的基础上 增加了超声波装置 利用超声波的高频震动原理 对小龙虾进行深度清洗 而且增加附水槽 可以节省清水更换时间 减少死亡率 为了增加测试难度 记者提议 去户外现抓一些小龙虾 真正检验一下 二代机的清洗效果 前面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抓虾的吃上了 对对对 那时候试验它 平时你经常到这里来抓吗 对 平时这个虾子都藏在这个里面吗 这个糖我感觉看着里面很多淤泥 这个季节的话它会在岸边打洞 你慢点啊 是不是这个虾它就喜欢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对 对对 哎呀不好下 对 你慢点 啊好深 好深 对 抓个虾真不容易 太深了 一直往里面陷 对 这个冰上还好一点 里面更有这种 那个虾就是分布在这个周围是吗 对对对 它就藏在这个泥巴里面 对对对 那我们那一会儿就是要用手来掏它 对 在哪儿有虾呀 这边有好多洞 我们要一个个看 但每个洞里都有吗 不一定 你看这里不是有好多洞吗 对啊 这种小洞它肯定不会有的 它为什么要藏到洞里去啊 这虾子 虾子会冬眠啊 哎呀好像是 是爪子吗 应该是 小心 嗯对 我靠 好 这里有一只 但是它特别脏 来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这个没有经验的话 还真是打不到 还有吗 有 我刚才看到触须子 对我说 很凶啊这虾 小心 要摔它的那个触须是吗 我看到了 就是刚才看到的须子 是吗 别弄到钳子了 是不是 小心 别加到 又一只 好嘞 又一只了 第一次体验户外抓小龙虾 我们的记者很是兴奋 一会儿功夫已经从隐蔽的洞穴里 捕获了两只 知道我们要逮它了 它往里面躲 啊 虚子断了是吗 别加我吧 藏得很深 它就是怕有人来弄它 投出来了 投出来了 好黑的一只虾 哇 那这一只更黑了 抓到的这一只更黑 肯定不好洗 它这个塞里面 这个壳里面 这个缝里面 全部都是泥 又一只被成功勤获 这只刚洗完泥浴的小龙虾 全身上下 没有一处干净地方 这对机器来说 可是不小的挑战 而且天气渐凉 小龙虾把窝打得很深 准备进入冬眠 为了保护自己 它们制造出了很多伪装的洞穴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 两人又找了好半天 收获寥寥 再无小龙虾的踪迹可寻 幸好菜巢早有准备 提前在湖里 放置了一个地龙 地龙里面会有收获吗 一般情况 这个地龙放一晚上 到现在会有虾吗 预计有多少 这个天气我真的不知道 看运气是吧 感受一下 有一点 应该是有的 有有有看到了 看到了 好多 好多 这个算多吗 你觉得 这个龙虾的话应该算多了 我感觉要比我们刚刚捞的 要干净一些 对 我往这水里面泡的时间也长 但是还是比平时我们要脏一些 平时户外的 我看一下 地龙的收获还真不少 为了验证不同难度的清洗效果 我们记者提出来一个新方案 要不这样吧 我们再从这个里面再倒一部分放在这个盆里 然后我们用印泥给它盖上 让给它制造一些难度 给你 可以 没问题 如果这样的虾都能洗干净的话 那咱们的机器估计就 洗别的虾也没有问题了 对 好嘞 好重的一喷虾 这个泥都比这个虾要重 回去估计你很难洗了 对 好菜商你看啊 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三桶这样的虾 它的这个干净程度也是不同级别的 有一个是你们就是店里的 对 进货进来的这个虾 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然后还有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那个地龙谷的 然后为了给你增加一些难度呢 也是听你们店员说 这个小龙虾身上本身也经常会带这样的水草 或者是杂物 对 然后我就用这个菜叶给它就是 要切一下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行吗 这么多菜叶在里面 对 这个就是泥巴和小龙虾已经傻傻分不清楚了 对对 你觉得这里面哪一桶虾是难度最大的呀 难度最大的应该肯定是它的 这个泥的有的都干掉了 对对对 那你觉得它一会儿能洗干净吗 能洗干净 那我们要不先从最简单的来去看你们店里经常敬的这种 好的好的好的 首先挑战初级难度 菜叶的二代鸡会表现如何呢 大家可以听声音 哦 其实小龙虾它就已经不及到它了 这个虾虾它就放在上面就不一样了 对你看那个都翻过来了 对这个都翻过来了 它为什么会翻过来 其实它也是在自己的活动上 就像我们人类一样 刺激了然后毛孔张开 这些脏东西已经出去了 它能洗得更干净吗能让它 可以啊 是吧 嗯 那现在我们整体机器让它转转起来 超声波一开我的手都麻了 对对对 它就感觉蛮麻的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开了这个超声波之后 对它的这个虾的生物病会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基本上没有影响 那这是在干什么 换水吗 来回的 对对对 它就在把新水抽进来 脏水再过去 然后那边有过滤这种 这个换水也是 你根据这个洗的这个虾的数量 和它的干净程度 自己来控制的是吗 嗯 对 这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一般会把它一直开着 这样子永远是新鲜水过来 那我们刚刚大概也洗了差不多有分钟 那我们就随手打一只 这只吧 这是比较重远的 看看这只怎么样 让我看一下这个 主要就是看这个尾巴和这个缝隙里面 是吧 它的肚子和这个尾巴这 完全就看不到明显的一瓶沙 看看能不能刷出一些脏东西下来 你觉得它能刷下东西下来吗 刷下来 肚子上是没有 没有脏东西了 很干净了 然后看它头这蹭 已经蹭不出东西来了 这只小虾 它想夹我 那就是说 基本上它洗的很干净了 对吧 这个超声波啊 确实挺厉害的 这么脏 它都能给洗干净 清洗能力非常强 对 你给我们演示演示 它是怎么做到的 超声波呢 其实是一种振动 它可以用这个超声波发声器来产生 咱们这个脏 就是用超声波这个原理给它抖干净的 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一种振动 我能这么理解 这是高频的振动 通过实验的来看一看 好 我呢也没有拿小龙虾 我就拿两个芋头 芋头 它外边有一些泥 我们把这个芋头呢 可以搁到这里边 它就在这泡着 超声波发声器搁上 我把这个芋头放到这上面 放到这上面 它这个水面上 形成好多细小的波纹 真的 你看 你看这个水里头已经是浑的了 那么这个水里头呢 还是比较清凉的 表面是波澜不惊的 但是其实它的振动频率还是很高的 非常高 而且它的能量非常大 它可以把这个龙虾清洗得非常干净 我觉得它把超声波用到这儿 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想法 好的好的 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放心了 那么我们记者呢 又开始连环试验了 它把这个小龙虾上呢 加上泥 加上一些菜叶 我们看看这一项能不能洗干净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吃一下这个第二层小鱼 很坏的那个干净 哇 你看这个一放进去 这个水就浑浊了 这桶地龙里捞上来的小龙虾 掺杂了少许淤泥和菜叶 难度升级 二代机还能轻松应对吗 五六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传送带启动 小龙虾像一个个出狱的美人 醒掉了身上的污泥 对着镜头连摆造型 镜头感十足 而且由于清洗时间缩短 也没有再出现死亡的小龙虾 死亡率几乎为零 全部都停了 里面没有小龙虾了 你看这个水那边就更脏了 这边还是干净的 老实的相对的会干净 对对 那我们把这个搬到那边去吧 那边我感觉比较敞亮好吗 来看一看 你听见那边研究什么东西啊 在这边 他们在搞西洋机 能死干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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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瞒着人家做的这个第二代机是吗 对 他是天天想要做 没时间陪他了 您不知道他又新改进了一个机器是吗 对对对 他是瞒着我做的 那您看一下我们正好在座里做验证 你觉得这个洗出来这个质量怎么样干净吗 随便拿一个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下确实挺干净的 要比那个第一代机呢 干净多了 旁边还有一桶 你看看这一桶虾 如果是用人工来洗的话好心吗 要刷半天肯定要好好费事 洗过这么难洗的虾吗 没有没有这么脏 没有脏过 那试一下 嗯好 哇塞 这一桶泥 吓到 你这看不到吓了 你这看不到吓了 那我们现在开启了 嗯好 帮你起来了这个 最高难度的挑战开始了 大量的淤泥对覆水槽的过滤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如果水循环跟不上 清洗槽内太浑浊 小龙虾身上非常容易残留淤泥 洗不干净 到底机器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吗 找不到虾的这个情况 我用这个抄的找到高位置上来看一下 然后呢 随手刷一下 就知道 按照常规的清洗时间 显然还达不到清洗要求 小龙虾的肚子和钳子 都还或多或少的沾着淤泥 对于这样的高难度验证 采超决定 再追加五分钟 觉得这次能洗干净吗 你刚刚看了一下 我觉得有的可能吧 看看吧还是看看吧 有的我给你到那边看看去 可这时我们发现 在传送的过程中 虽然小龙虾身上相对干净 但是很多小石子和菜叶 跟着一起掉了出来 难道这最后关头 还再加点佐料不成 来我们对比一下这两边的 这个效果 他别说这两边的效果 看着还差不多 这个没想到那么多淤泥 全部都洗干净了 对啊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有小鱼 小鱼小菜叶 对 还有石头刚刚的 有一些洗干净的石头 对 现在还是有点欠缺啊 我们继续还要再改进啊 就是把这菜叶啊 全部把它搞干净 打算怎么再改进呢 我想再看看 怎么想办法 再装一个处杂装置吧 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看看能不能加上一些 能再杀菌的东西 我再想想看 再研究研究 有了新的改进想法 采超没有犹豫 抓紧请工人师傅加工起来 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便把机器升级换代了 这一天 他在店门口摆开了阵掌 组织了一支十个人的队伍 每个人都配备上洗霞工具 他这是打算做什么呢 赛超 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对啊 是你的机器有了新的感情是吗 对对对 来跟我说一下呗 因为上次我们不是洗发以后 它不是有好多人杂物嘛 现在我就搞了一台这个装置 这个上面就是增加了一个除炸的这个装置是吧 对这个通过链条再装动 装动的话 然后它这个菜叶会连着这个网 然后上来 它里面还有个小细网 就把它那个 就把它分开 把它分开 分开以后 然后它通过这个 就我们原来不是有个漆压吗 对啊 然后我也想了 它这个漆压就可以把这个菜叶 然后冲到这个小细网里面 就是后面有个小细网 看到了 然后再通过这个水冲上来 这样子它就没有任何杂物和杂质了 对吧 那我感觉你今天叫我来 不仅仅是看看这个机器对吧 嗯 我看你旁边还找了这么多人工 这个阵仗是要比赛的感觉呀 对啊 我想因为我这台机器大嘛 然后上次第一代 我们不是搞了个人工嘛 五完败 对吧 然后这次我就把我们店里面的员工 全部喊了十个 然后跟我这台机器比 因为这台机器大嘛 然后看一下这个效率怎么样 但是我很有信心 那这十个人工 全都是你平时过来洗蝦的吗 没有七个是 三个不是 那这里面谁是最厉害的呀 洗蝦 最厉害呢这个 您是最厉害的 也不算厉害就舒逆一点嘛 怎么能熟练呢 我干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您干了多长时间了 五年了 那你平时洗蝦的话 洗这么一框 一个人要洗多久呢 两个小时左右 一般的那时比较慢一点嘛 要三个小时 那您要比别人快一个小时 对 听说您也很厉害是吗 还行 比这个大姐稍微差那么一节 那你这一框要洗多长时间 最起码要两个半小时左右 那要跟这个机器要比赛 咱们有信心能赢过那边吗 嗯 我想我们应该有信心 嗯 那你们的优势在哪 你觉得 因为我们十个人呢 我们从这么大的阵容到 应该 我想应该会超过它吧 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就不但要速度上要画 还要讲究质量啊 你这边呢 我准备好了 那开始吧 比赛开始 这次比赛的任务量 使双方各一百斤 人工队队长负责分发小龙虾 相比蔡超这边一次性倒入 显然麻烦了很多 这才刚开始 人工队便处于劣势了 新器队率先开机了 人工队这边也不甘示弱 分发好了小龙虾 便迅速进入了比赛状态 以这位拥有五年经验的大姐为首 大家都装备齐全 动作熟练 想要凭借十个人的力量 反超机器队 一举拿下比赛 早上刚进来的小龙虾 一个个生龙活虎 被人捏在手中 依然负于顽抗 这给人工队的进度 也造成了相当大的阻力 进行到第五分钟 机器队这边的附水槽 开启了第一次水循环 可就在这一时 记者发现 机器不对劲 很快 蔡超也发现了 蔡超赶忙关停了机器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漏水的呢 它这个压力比较大 所以刚才这管子 就是我们当时移来移去 它就松掉了 是这样子的 平时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平时不会的 除非这样子移来移去的 会把这管子 会把它搞得不对位了 那我感觉你这个问题 还挺棘手啊 这个马上车 把这个调整个位置 把这个重新对接上去 一久起就可以了 哦 好 那这个大概要多长时间 这个几分钟就好了 快一点吧 好好好 蔡超连忙起来店里的工人师傅来修理 这次意外耽误了机器队的进度 难道蔡超要失败了吗 是你之前准备太仓促了是吗 对 没发现它是斜着的 这个垂直了就好了 来 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 危机终于解决了 蔡超还能追赶上进度吗 还漏吗 看看 哦 好了 不漏了 机器恢复了正常运转 覆水槽的过滤功能也再次发挥作用 咱们这已经洗好了等于是 是啊 只要你这个虾子出来了都得干净的了是吗 对对对 好 我看一下人工这边 你这个还有多少时间才能洗完 我来看一下 还有这么多呢 对 还有七八个 一个平均一分钟的话大概还要七八分钟 七八分钟 对 那您这边呢 大姐 您还有多少时间才能洗完 我这边大概十三分钟左右了 看来我们要缩了 速度上还是比不过它 对对对 但不要让它质量洗得怎么样 因为它速度是比较快 但要看它洗的质量能干不干净 好 基本上没有了 没有了 那我们关机吧 好 把它好了 好了 这边行啊 那我们把这虾拿过去跟它们比一下质量好不好 好 来 大家这边也停了吧 我们来看一下谁刷的更干净 这个应该很干净 你的是刷的最干净的你认为 对 我们来比一下 好 那你觉得是你的洗的干净 还是它机器洗的干净 应该差不多吧 我觉得 它还稍微干净一点 不知道吃起来 口感上面会有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个我们是手工洗的 就是肯定是原汁原味的 它这个机器洗的就是我们还没尝过 要尝过以后 我才知道它口感怎么样 会不会更好一点 你想尝一尝吗 对啊 你想尝一尝吗 尝啊 那要不我们一会就做两份人工的 和做一份机器的 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尝一下怎么样 对对 来了来了 新鲜出炉的虾 是这样的 这两盘虾呢 有一个是机器洗的虾 然后还有一份是人工洗的虾 看看你们能不能尝出来 有什么区别 这次我们让顾客随机组成评委团 他们能够尝出两盘小龙虾的不同吗 拥有丰富经验的他们 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 这盘虾就比较发黑 嗯 这盘虾就发白 那口感上呢 口感上呢 口感就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挺好吃的是吧 挺好吃的味道还好 好嘞 那蔡超 嗯 我发现大家都说是这一盘是这个机器做出来的 确实这一盘就是机器做的 今天心情怎么样 那他很开心 那你接下来下一步呢 下一步的话 为大家带来更安心的龙虾 蔡超发明的小龙虾自动清洗机 实现了小龙虾的自动化清洗 利用超声波和臭氧原理 不仅能将外壳洗净 也可以比较彻底的 将内部的污渍和细菌处理干净 大大节省了人力 提高了效率 适用于大批量需求的餐饮行业 发明的洗虾机 利用超声波和臭氧发生器 及水过滤循环装置等环节 实现了大批量龙虾的高效清洗 能够搅好的清洗龙虾的腮部和尾部 清洗的效果很好 极大的节省人工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设备 好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呢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谢谢彭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我们下期再见 地上一把伞 地下一张网 羊浆根系发达 大小不一 人工收获时非常辛苦 还容易漏掉 收进率很难提升 一台羊浆收获机 几番挑战几番失败 经过不断改进 最终它的效果 能否被大家所认可 成功收获羊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